同样没有等到政府的振兴抵用券 已经有餐饮集团以及超商等等的业者 自己推出了优惠券 希望能够带动15%的业绩 只剩民众就说了 虽然折价很吸引人 但是如果要到餐厅用餐 还是有点怕怕的 白色蒟若道路紫色蝶豆花 渐层系饮料完成 虽然政府要攒二三亿元发振兴抵用券 但餐饮集团早就等不及了 自己抢先推出 消费者只要拿着这张振兴券 到对应的门市去做兑换 就能领到优惠小确幸 OK 好 马上帮你做兑换 金黄色猪排到饮料蛋糕都能折 最多还有买一送一 料假豪卖砸了4.5亿元 发50万份 共有9个品牌100间门市 如果以境内的餐饮的消费来说 大概有影响大概2到3成左右 以这两个月为主 然后最主要是这波疫情 要跟大家起先度过这样子 那我们预计说 这个优惠券来讲的话 就是可以带进来合并营收 大概15%左右的一个营收 白色乌龙面下锅筷煮 业绩下滑两成的顽归 也推出了消费就送折扣券 而超商Saven也发了振兴券 部分商品还可以买一送一 你不可能就是一直待在家里 然后什么东西都没有的时候 你只能饿肚子 所以就会考虑而且如果有优惠的话 那会觉得还蛮划算的 我可能会叫外送吧 因为餐厅的话还是要到那一个餐厅里面 长长的人龙药局人员也忙坏了 歇脚题连续四天 亲自送了500杯饮料 要替药师们加油打气 觉得很温暖 然后就是很暖心 从餐饮到超商通路 都得拼自救 你是在气 东西财经新闻 薛娃竹和昆元张博祥台北 彩方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